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 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日本半导体制造商Rapidus去年12月宣布 与IBM建立联合开发合作伙伴关系 在此基础上,双方将共同推动IBM突破性2奈米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并将其引入最新工厂 据悉,Rapidus成立于去年8月 由丰田、Sony、NTT、NEC、软银、Gensel、凯霞及30UFJ等8家日企共同出资设立 出资额为73亿日元 且日本政府也提供700亿日元补助金作为其研发预算 以提高日本在先进半导体领域的竞争力 就在2月底,Rapidus突然宣布选择 北海道千岁市作为先进半导体工厂建设地点 在日本政府的计划和预算批准后将开始具体的准备工作 新厂目标是2025年推出原形线 本世纪20年代后期推出批量生产线 Rapidus执行长表示 北海道千岁市除了水和电等基础设施外 在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方面是半导体生产的理想选择 并且拥有研究人员和工厂员工可以过上充实生活的环境 基于全球人员交流和生态系统发展等中长期潜力 他们选择将其作为工厂的规划地点 新工厂建成后将成为日本首作2奈米晶圆厂 然而这件事在半导体业界引起不小的议论 Rapidus晶圆厂竟然没有悬置九州和台积电以林之外 此前外界猜测的热门候选地如中部、东北部全数落空 产业界视线之外的北海道反而脱颖而出 的确令人意外 Rapidus方面人士对外表态中 将充足的水电供应、便利的海空交通、稳定的地质条件 作为选址千岁式的三大理由 但仔细一想 不难发现其中略显牵强之处 如该地虽然有新千岁机场连通国内外主要城市 但受北海道气候影响 冬季场又因暴雪天气临时关闭的情况 更令人疑惑的是 北海道产业基础也远不如日本内地 该地区招商引资情况在日本国内 也不是名列前茅 Rapidus工厂可能的所在地 千岁式工艺园区 目前既有电桩、桑口、三美电机等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零星布局 也正因如此 此前外界推敲 Rapidus可能的建场地点时 北海道从未进入后选名单 Rapidus的不按常理出牌 其深层的动机值得研究 据业内人士分析 首先Rapidus核心团队试图摆脱日本半导体产业就习气的影响 近期Rapidus会长东哲郎表示 在其寻找大公司投资时 有一些企业泼来冷水 认为2奈米制成未来不会有市场需求 但这位日本半导体产业大佬 在最终亮相的Rapidus八大股东方中可一窥究竟 比如东芝 日利 富士通 三菱电机 瑞萨等知名微电子企业 悉数缺席也耐人寻味 值得一提的是 东哲郎据称签订了一份百人名单 据此沿揽人才组建Rapidus核心团队 其中多为50岁以上的日本半导体黄金时代技术邻居人才 而这些人才过去20年职业生涯普遍堪称颠沛流离 特别是2010年日利 三菱电机和NEC半导体事业部合并组建瑞萨后 员工总数从5万被砍到2万 技术人员规模短时间内也被压缩三分之二以上 不少离职专家 其后被韩企与中企重金拿下 虽然生活无忧 但对传统日本半导体产业界可以说已经彻底绝望 因此北海道虽然半导体产业基础薄弱 但对Rapidus核心团队来说 却有相当高的自由度 也一举摆脱了一潭净水的旧产业界氛围 其次 Rapidus落户北海道有望为其带来巨额补贴 根据Rapidus方面给出的规划 其2奈米先进制成晶圆厂打产前至少需要投入5兆日元资金 其中2兆日元用于研发 3兆日元用于晶圆量产线建设 而目前Rapidus手中除了一笔700亿日元的开办费 尚无其他现金储备 对Rapidus而言 除了IPO 银行融资和金柴省补贴 项目落户地当地政府提供的资金补助和土地 水电资源也必不可少 与北海道相比 其他几大候选地区如北陆 中部 东北乃至九州 虽然产业配套更齐全 但一大劣势就是已经被成熟专案 拿走了一轮甚至两轮补贴 最典型的莫过于台积电在熊本县的连续追加投资 可以说已经掏空了都道府县地方政府的配套财力 甚至京产省的中央层面补贴 也已经基本被分配完毕 这样的情况下Rapidus进驻 不但要不到多少额外好处 反而可能承担被炒高的土地 人工成本 然而 北海道自身区位条件和产业基础不佳 也为Rapidus能否顺利落地带来了一定的风险 尽管凭借东哲郎等核心团队成员在半导体行业的身后人脉 Rapidus在EUV曝光机等关键设备采购上或许能顺风顺水 但在需求端 Rapidus未来能否找到适合其生存发展的市场生态位 尚有较大不确定性 另外 从Rapidus会长东哲郎的公开言论看 该公司对客户价值的重视程度超过客户规模 意图与经过严格挑选的客户进行深度交易 并从中获利 这样的客户 除了目前已经入股Rapidus的八大日本本土汽车 IT等领域企业 还可能包括Google Amazon等几大美国科技巨头 东哲郎透露 他近期已经拜访过Google公司 向其介绍了Rapidus在先进制程领域的规划 强调即便其晶圆产能较小 但将通过最大限度的缩短开发 设计和交付的周期来为客户创造价值 Google方面具呈脱感兴趣 其认为 在晶片试验流片环节双方 可以开展先行合作 如此一来 Rapidus正试图通过从研发环节切入 与为数不多的先进制程晶片客户 建立合作纽带 并试图证明其相较台基电 三星可以帮助客户 实现更短的产品上市周期 假如这样的商业模式 能够实际落地 仍可产生相当大的说服力 设备材料和设计公司 也会有更大的动力 向北海道布局 不过Rapidus的盘算 一定程度上显得有些异乡情愿 其立足点似乎是假设台基电 等先进制程代工厂负荷满载 没有余量支援 如日本企业小批量利基产品流片 然而事实上 随着近期消费电子遇冷 到时候究竟是何种光景 还不得而知 另外也很难想象Rapidus 或其美国合作伙伴IBM 提供的设计服务生态 能够在短期内 媲美台基电OIP客户体验 从地缘上来看 Rapidus落户北海道 在特殊地缘事件场景下 却反而可能令其 获得独特的发展空间 如果以台海为中心 北海道也是日本距其最远的区域 因此一旦台海局势骤然激化 乃至影响主要海运 北海道地区所受的冲击大概率 将较为轻微 届时 如果台基电在美国厂 273奈米产线尚未建成 英特尔的Intel 20奈米制程量产 也因公司财政状况而延宕 则Rapidus将有可能成为全球 唯一可稳定提供2奈米 先进制程产品代工服务的企业 将坐享渔翁之力 因此Rapidus落户北海道 对于地缘风险的考量 也是其优势之一 Rapidus远走北海道 有种恢复上个世纪辉煌 半导体时代的荣光的意味 但这家打着量产2奈米晶片 日本本土对先进半导体制成旗号的企业 能否实现这个愿景 还不得而知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